給各位參考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可以怎麼樣 想要把剛剛那件事真實的數量算出來的話 當然我可以在這邊自己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方選 我覺得寫一個方選可能比較快 這個的話就變成說 最後可以在使用者定義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方選 那我給他一個方選名稱 自己寫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可以在使用者定義裡面看到 叫數量計算 直接問關鍵字 關鍵字幫我找一下子貢 最後你會發現他會把結果return到這個儲存格 按確定 有沒有 40次就出來 像這樣點兩下 他就幫你把他全部通通都全部算完了 OK 那你說老師 你怎麼會有這個方選呢 這個方選的話是自己寫的 那怎麼樣自己寫 我給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寫一個像這樣的方選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前面的那個數量這個sab 拿來改 那改的方式的話 一一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數量這個sab貼到底下 那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你不能用sab sab有點像按鈕 但是我現在是要函數 所以你必須把sab改成叫Function 那Function跟sab最大的差別 sab是按按鈕 Function的話就是會給他什麼資料 他給你什麼資料 所以我是給他什麼 給他這個關鍵字 所以你就把這個關鍵字比較子貢 丟到這個瓜糊裡面 所以記得你在這個瓜糊裡面給他一個叫做參數 參數名稱叫關鍵字好了 意思說你將來會跳出那個話 他會問你說你關鍵字給我一下 那他就會幫你把這個子貢的字放進來 放到裡面之後的話做什麼呢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就不用 x就不用input box 而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他給你的關鍵字 所以透過那個關鍵字傳到這裡面來 他把子貢有沒有 這個字呢 我把它傳到裡面來 傳到這裡來 然後他再丟給他 他再丟給x 那x的話呢 就幫我比對一下 那並且幫我把結果怎麼樣 給我丟回來 丟回來給誰呢 所以將來這個數量記得 他會丟回來給這個儲存格本身 這個儲存格本身的話 記得就是Function的名稱 所以記得返回的話 名稱不能跟他一樣 乾脆改一下 叫數量計算好了 這個輸入法改一下 這邊改成叫數量計算好了 名稱不能一樣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C 前面這個 改成 他自己 所以他自己就會把結果 丟到 你現在儲存格所在的位置 就會把它丟到這邊來 那就可以看到4了 不過 還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更改了 除了說你要改Function名稱之外 裡面的程式可能要改 哪個地方要改 儲存格 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現在的儲存 我們現在工作表是這一個 可是我的資料是在這裡 所以是跨工作表 所以記得你要跟他講說 我的這個儲存格 並不是在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的位置 因為CR裡面沒任何東西 我是在第一個這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位置 一直往下 所以你的序述方式的話 你就要在Sales前面再加上一個序迟 序迟哪一個序迟 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第一個好了 因為我資料放第一個 點下去就可以了 意思說 然後在儲存格前面再加上哪個工作表 否則的話會出錯 因為我們跨工作表 那底下這邊也是一樣 然後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跟這個 前面記得要加上哪個工作表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最關鍵的 這個C不要放裡面 他每跑一次都歸零 每跑一次都歸零 記得把C放在4圍圈的最外面 記得這個 我前面好像放中間那邊沒問題 但如果你放這邊好像會出問題 好 這樣就程式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論論看 理論上 如果你這邊改完之後 那就直接這個地方 他就會 如果你有在程式裡面有個 function 叫做數量計算 你在按插入這個函數的時候 你看到使用者定義裡面就會 就會出現這個了 那為什麼會使用者定義有 因為你在VBA裡面 在模組裡面有寫這個 function的話 他就會找到了 那跳出來的話 因為我在刮斧裡面有增加一個 叫做關鍵字這三個字 他會跳到前面 那你就選這個給他 然後他會幫你計算結果 把這個結果再丟回來這邊 按確定 底下的話很簡單 快點兩下 這樣 這樣的話 不過他可以delay一下 因為他每個每個都讓你算 算完之後再填進來 就OK了 那你可以比較一下 數量好像有點差異 好像差蠻多的 有些好像少了幾個 OK有沒有 所以當然 conif也是一種計算的方法 可是 會比較容易有不精確的問題 這一個的話呢 就比較精確了 因為他是真的每個都算過 OK 所以最後的話 我再把剛剛改的過程 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實際上是拿上個禮拜的那個程式改的 這個 把它改成這個 那改的話呢 一複製過來之後 把前面的sub改成function 因為我要互動 第二的話名稱改成叫數量計算 第三個的話就是在括弧裡面加一個 將來要顯示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 就關鍵字 然後把info box改成關鍵字 底下的話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它改成他的名稱 這個名稱放在這裡 然後其他還有哪些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我改了這個 他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跨工作表 所以要加sits括弧1 1的話指的是第一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是放第一個 你可能就是要改成哪一個 或者直接在sits裡面 不要放e 放雙引號倫語也可以 就是指他的名稱 OK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c等於0有沒有 記得一定要搬到這個的上面 不然我發現 他沒跑一次就歸0 沒跑 那最後變成0 OK 所以大概有幾個地方 把它變更 我這個最後寫的程式 我一樣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你這樣 就可以算出最精確的那個數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好了